美国缅因州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手 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未被缉拿归案 该起事件至少导致18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当地的一家餐厅是枪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地点 而该餐厅的经理也因为试图阻止枪手而中枪身亡 该名经理的父亲 同时也是该市市议员的老沃克 近日接受了采访 我们来看一下采访画面 所以我会有一个人的亲戚来 punct里面 想你如果我爱你,依然我爱你,依然我爱你,依然会 以后我会生�说我爱你,依然会 但因为你不必要性格 我会说我笨看,依然我爱你 但我这样子按照,依然我不理想 但我看你了解,依然我没有想法 不容易 and I got my other boys out there when I see them I'm going to tell them I love them I miss them so much I miss them so much